好,回來《升旗易得道》 又是我們這個不準時,沒有畫面,沒有禁告 一進來就是節目的《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11月14日 明天是出街15日出街 節目主持今天有 Dilbert 大肥 和我,Tony 首先,當然要認錯 猜錯了希莉莉會贏,誰知就輸了 老實說,美國總統是這兩個選,其實還有兩個 不過那兩個沒有機會,大家都知道 算不算打和?輸了選舉人票,但贏了票數 其實共和黨這幾年來,這十幾年來,撿過兩鑊都是這樣的 那屆布殊 布殊 共和黨就贏了民主黨的過兒,因為民主黨也是尋求第三度連任 就因為克林頓搞了八年,經濟是美國歷史以來有盈餘 有盈餘,賺錢的 誰知都還是輸給布殊 始終美國人不想一個總統做太久,或者不想一個黨做太久 這個可能是第一點,因為一次連任三屆就是老布殊 第三屆,列根兩屆加老布殊第三屆,之後都要換 但民主黨戰後的數據是沒有試過連任三次的 這次也沒有辦法,也不是輸一點點 實際選票是比較多的,但選舉人票就輸幾十票 幾個關鍵州份都輸了 輸了 輸了 輸了幾個關鍵州份,真是想不到 我們是不是有個主觀意願呢?也是 因為一個分析,通常都一定加入你個人的意願 譬如你想誰贏,或者想誰不贏,一定會有 如果不是,就不會評論,各打五十八大板 這個也可以,這個也可以,兩個也可以 那就不用聽你了,是不是? 聽你,就想聽你的意見 當然你的意見,或者我們說的意見,沒有說對的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都會要... 對了,你寫下一些東西吧 那我們呢,這次對於選舉結果呢 在幾個方面看,經濟上呢,我覺得是對美國未必沒有理的 因為即時你見到,那個盜瓊斯的期指呢 最多跌過八百多點 反抽上來 一跌的時候,你會說,入市是時候了 是啊,我當時中午的時候,負貴險中求 全世界的人恐懼的時候,就是貪婪的時候 我當時計算,期指跌一千點就是最底的了 那果然,期指真的跌了一千點 然後很快就打上來 但是八九百點的時候,任你買的 有幾個字時間讓你任買的 如果當時你買了,就差不多賺一千點了 因為反抽上來 那美國呢,還創了歷史新高 如果說股市 說股市,美國創了歷史新高 但是香港對了兩天 香港就...因為很多因素 不過這樣,這個節目之前都有提過 香港現在反過來,是領先全世界的 不論股票,不論政治環境 為什麼這麼說呢? 歐洲退聯,就好像香港的拆大台 退學聯一模一樣 英國脫離歐盟 英國脫離歐盟 以及美國現在的總統選舉 他們所說的話,全部都是香港政治人物所說的話 全部都是本土派說的話 三十年一時無盛 就去了美國 然後呢,退聯之後 脫歐之後呢 倫敦、英國會更加有活力 這個是那個叫做韓信講的 倫敦前市長 和香港的... 那些叫做... 不知道一時間升不升那幾個叫什麼名字 那些學院啊 退聯那些的說法是一模一樣的 再之前我們說回香港股市 其實有啟示作用 香港股市一動,跟著美國就抽 香港股市呢 現在跌了兩天呢 應該預示了 可能美國都會回回來的了 因為先退了兩天 那先說一下經濟 我們不如...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始終都是 想說多些錢啊 生意和錢有關的事情 你們覺得 這次選了特朗普出來呢 對經濟會怎樣看呢 各方面我們預測一下 或者說一下 你說哪方面呢 股市啊 經濟啊 外匯啊 石油啊 經濟 我真的不是這麼懂的 不過呢 聽到 他在那裡吹 煤炭股 石油 各樣東西 全部走回舊經濟那裡 其實就用回共和黨的底 是 油箱的底來做 那又說 要產煤啊 增加幾多幾多 他在說這一套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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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煤呢 怎麼說呢 是不是對油價有利呢 有個問題了 這個真的不敢說的 就是煤和油可不可以並存呢 嗯... 煤應該發變 油本身可能是... 是... 運輸啊 或者各方面 要取暖油 因為美國有事 冷氣上也很冷 也要取暖油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說呢 都是浪費的 沒有理由我醃鹹氣生產了 控制了全世界 我現在將它擺開了 然後又回到熱蟲前 行賤了的東西 其實呢 我們都說了一年多 石油的價格是沒有得還的 我也是覺得 一定沒有運行的 你買油股一定我能夠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那個石油 是跟它的政治經濟無關 是跟它實際的生產 就是你的鹽岩氣已經限制它的價錢 你一高它就生產鹽岩氣出來 你一低它就生產 所以價錢呢 反過來 是會在那個range 上上下下 很難說去回 老實說60元都過不了 美國是很難去自己生產油的 因為它這些油的成本太貴 它現在的玩法就是 我是戰略儲備坐在那裡 我要的時候 我拿它出來 它現在玩法就是這樣 寧願買 它寧願買 因為你現在比它便宜 它自己開的 它自己成本貴 它不如買好過 但現在的鹽岩氣不同 它鹽岩氣基本上 生產成本是四十塊錢 現在的 現在便宜了一點 那便便宜了 剛才說得對 你出 你太貴呢 我便出鹽岩氣 如果你說你便宜 我便不出 讓你來 對 你跌到四十塊三十多元 總之 永遠都是三十多元 到五十元之間 信項落 那它不能益到它的老友 普京 因為這些油價繼續這樣 普京都很不行 益不到的了 不會益到的了 因為這個是大勢所趨 就是那個局限 你想益都益不到 就是電動車 所以早幾天它當選 Tesla便第一句 股價跌 人的心理 但是跌穩了之後 永遠都是 你一樣東西 科技走前了 難道iPhone出了之後 我說我現在全部要舊經濟 用洛基亞嗎 沒有可能的了 是我這個 古老石山 還拿著洛基亞 另外 也有網友問人員前景 問那些叫做 美元 黃金 我說石油 黃金 人員 全部都沒有人走 即是呢 叫做避險的東西 全部都不行的了 而接下來 美股可能會繼續走 因為它老實說 特朗普始終是 地產商 地產商最重要當然是賣樓 你猜它會不會 犧牲自己的利益 來成就美國呢 肯定不會 因為它是生意佬 因為它是地產商 除了生意佬之外 最重要是它是地產商 所以 接下來的利息 我預計 是會持續 將低息環境持續 再久一點 所以它不解僱耶倫現在 耶倫可能收到福 你放心吧 我懂得做的 放心 卸著 射字 沒有辦法 它不可能換那麼多人 他沒有班底 你換了它之後 你換誰上去呢 他說就說很多東西 但很多東西都做不到 所以 我是預計 這個Donald Trump 將會是全世界 第一號搬龍門高手 絕對被葉普成高紀班 不是 他不是高手 是不搬 龍門的最高境界 是他自己就是一個龍門 他去到哪裏,那龍門就去到哪裏 你沒辦法,即是不用搬他了,他就是龍門 這個是最高的警戒 市面上很多人說,他現在迫不得已 因為他現在未籌早政府,未有抵東 成行了之後,他就照他的話說,講這樣做 我就不相信了,你看到他當選的時候 我覺得他當選,全世界最騰雞的那個是他自己 因為他沒有想過 我打算來高票落選玩一下,大哥 你現在叫我,把我放進去做,我又怎樣 所以他當選的時候那個樣子 是啊,那個樣子是一個很失落的神情來的 全世界都為他歡騰 但是他的樣子是完全好像輸了那樣 那你看到的嘛,你看看奧巴馬 做了幾年,你看看白頭髮多得怎樣 有照片給你看的啦 那奧巴馬不算是最厲害的那個 奧巴馬很年輕而已 是啊,但他的口感 你想一下,他現在七張東西的啦 他在想過不過多這幾年 他是害怕的 因為你想一下,不要說什麼 如果你是能力不夠的話 你做這個位置是很嚴重的 你記得,卡達做了四年,他的樣子老了多少 是 當年他的樣子,起碼老了十年 是 散光了 我沒有見過他年輕的時候 因為我們本身年紀沒有那麼大 你找回他當選的時候 不用 你找回他當選的時候,52歲 還有他落任的時候,56歲的時候 想對一對得了 老了起碼十年 那那些鬼佬是特別老一點的 是啊,不耐老嘛 其實希拉尼建設保養得很好的啦 七十歲的女人來說 他已經保養得很好的啦 好得美國四十四個女人 都是他的樣子 真的,老得快 真的老得很快的 所以真的 尤其是男女的差別 美國如果是一對七十歲的夫婦 以為是兩母子來的 就走出來 因為男人沒有那麼耐老一點 女人特別老快得快 我講過很多次 男女的生理扣做不同 所以男人娶老婆 就小過自己十歲或者再多一點 但是呢 對於特朗普來說 有一個很痛苦的情況會出現 就是 沒得滾 是不是 沒得叫雞 因為呢 他以後的行蹤 就會成為全世界的目光 焦點所在 你怎麼叫雞呢 不用叫的 你學克林頓就可以了 喂,那沒用的 他要砌的嘛 他不是要光含的嘛 你明不明白 老實說,我含幾下 克林頓的這些 是一個 就是 怎麼說呢 是 一向還可以正派的人 突然間有些誘惑 忍不住 但是特朗普呢 已經是中環花牆的人 已經是 不用怕 因為第一,以他的年齡 隨著他 做總統之後 隨著他的體力下降 他的要求越來越少 你不用怕 我又不相信 因為呢 當一個權力齋首的人時 那個高院同數呢 是特別高的 又未必 但是更慘了 你們看貝盧斯幫你 哦,貝盧斯幫你 哦,貝盧斯幫你 七十多了 七十多了 慢慢要抱 但是呢 剛才 Tony就說得對 他真的是搬龍門高手 因為呢 他又想砌 但是他的嘴巴 只是吹不做嘛 是 是不是根本相反過來呢 包括他說在墨西哥邊興萬里長城 今天改了呢 改了一條圍蘭 是的 立刻圍蘭 所以說 不用興興長城的 好像豬羅紀公園一樣 弄些網就行了 電網 電網就行了 原本就買一隻燒豬 變成兩斤燒肉 是的 或者一條沙利督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但是呢 我覺得特朗普上台 接下來會 我只說了兩年 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呢 好理這個 中國的經濟 對於中國的經濟呢 和 這個中港的股市和樓市呢 是會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因為你看他那個 競選的口號 和現在這麼快就已經全部轉軌 他其實 是一個叫做什麼呢 就是捉你的 attention 說一些很離譜的說話 令到呢 扼了一個位子回來做之後呢 他的經濟政策 一定是向中國全滅靠攏 一定是向那邊破歉的 因為很簡單 希拉里呢 你不可以靠用錢去扔死他 但是一個生意佬的特朗普呢 大陸是可以絕對用錢扔死他的 這個絕對可以啦 大陸是 每樣東西都可以買得起的 你想一下 對那些不值錢的非洲窮國都可以 幾十億美金這樣上 特朗普附身就是幾十億美金而已 你說有生意給你做的 你想一下吧 給你賺多少錢啊 五千億美金啦 夠不夠啊 特朗普全家為你中國服務一輩子啦 連上他兒子十幾歲那個 一輩子為你服務都可以啦 所以大陸很高興的 大陸尤其是那些網民很高興的 所以我要說呢 如果希拉里造呢 對香港那個前景呢 這幾年的前景呢 是會好一點的 現在呢 是一定差的啦 有個網友 大陸的網友說的 他就說呢 以前 我們以為國家強大 沒有人敢來欺負我們 現在反過來 原來國家強大 沒有人敢來救我們 香港 香港 接下來這幾年就是一樣的 因為特朗普的上台 令到中共是更加強大 令到中國的經濟是會更加好 而 所有的環境是絕對於有利中共的統治 我敢說 中共因為特朗普上台 起碼 那個壽命長二十年 是由於他的經濟 政策 甚至乎他會 令到 歐巴馬下了盤大棋 就是重返 重返亞洲 一定會徹底 破壞了 倒鏈又會斷 各方面都會全部消失 他可能將亞洲的權力 外判給日本 我不管理你了 我要搞一個 叫做美國人優先 什麼都是以美國優先 本土派 他是對的 因為 他是美國總統 不是世界總統 這個呢 這個看看你怎樣看 站在美國人的立場 其實他是對的 我有什麼理由 為了你這些中東的人 大家信仰不同 大家的價值觀不同 大家的價值觀不同 我要派我們美國人去為你的戰場送死 我又要花錢 到最后 也是中食油 拿完合約 是不是 不是黑心尾夫 不是那些顯學 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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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食油的就已經是中國 這不符合數話 所以站在美國人的立場 特朗普是做總統的 但如果站在香港人 不是說中國人 香港人的立場 特朗普上台 中共更加強大 這些叫做天有中共 天滅中華 我就是這樣說 他一定是 接下來幾年 大家放膽炒股票 放膽炒樓 一定是有牌子升的 不過 人權就不要說了 民主也不要說了 接下來的局勢就是這樣的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但對於樓市 我亦都覺得 出了辣椒之後 由於特朗普的效應 可能接下來三四年 香港的樓價會升一倍 就是因為特朗普效應 真的? 不出奇 我不敢說百分百 有可能、有機會 即是不做燈 不能做燈的 我又沒有錢 我為什麼要跟你對賭 又沒有好處 我夠膽斷言 你這件事 一定會發生這些事 是夠膽 賭特朗普 然後贏了四倍 把錢下來 沽期之 沽期之 拿回來 賺一千點 來湖兩千 是不是 如果拿著菜馬 結果出來賭 個個都變 兩三千億 身家 是不是 不可以這樣算的 是不是 這節時間夠不夠 很多人在說 說這個蕭先生是燈 這件事 我不太贊成 這個說法 首先 是不是燈 你要全盤看完 你說他樣樣錯 沒有一樣是對的 這樣就叫燈而已 但是 老蕭有一個問題 他除了在樓市方面 叫做 全面登 真的叫全面登 沒有錯 從2011年開始登到現在 就沒有停過 但是 其他部分 當然 你猜的東西 有中有不中的 沒有理由全部輸了 也沒有理由全部贏了 是不是 有一件事 他們 有些人就說錯了 他說 老蕭語言 未來這兩年 香港都不會有大型的 抗爭運動 這個絕對說得對 為什麼 你想一下 自從那個叫做雨傘運動之後 香港 有沒有一次大型的抗爭 沒有 年初一 訂完專政後 年初二有沒有再訂 沒有 拉八十多人之後 有沒有再有其他 暴力抗爭 沒有 剛剛你想一下 上個星期的遊行 遊行 一挖磚 就不見人了 遊行的目標是什麼 反對釋法 貼奪兩個民選議員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2005年 至2013年 2014年 這十年來 隨便一年發生這些事 五十萬人上街 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 不走的 現在 一萬人走到終年八 剩下四千人 四千人 一見都能挖磚 走夠了 有什麼做 沒有了 未來不會有大型抗爭運動 所以我都說了 梁振英的人說他會連任 不需要的 因為香港已經是 好以管治的 你想想 昨天支持釋法反港獨的 有四萬人 你們呢 反釋法的只有一萬人 支持釋法有四萬人去示威 民意已經說出來了 是不是 只是說民意 大家都是遊行 大家集會 你有多少人 人家有多少人 人家那些收錢 你又不是付錢 是不是 你就付錢 人家去做 現在問題是沒有人出來 是不是 你以前沒有付錢 大家都當你沒有付錢 為什麼人家有四萬人 人家只有一萬人 是很嚴重的 是因為沒有了人 個個對政治 是完全 是心灰意冷 個個心灰意冷 都不想說的時候 政府哪需要找這麼強硬的人做 是不是 你下一任 求冷期一個都可以 是不是 找馮偉光也可以 是不是 馮偉光今天出來 出來護主 他說那些是一個假象 民望低 是假象 是假象 看看是不是真的假象 我都說最簡單 你試一下不戴保鏢 一個人落油之旺 走兩個小時 看看有沒有事 就知道 不用 走下去 你如果能夠完整地回去 就贏了 喂 剛才聽你這樣說 你又肥肥的 看你的樣子 真的像個老美男一樣 他最忠心護主 保護教主的春袋 你現在就說 其實老蕭的故事很多 你是不是有類似的 沒錯 我們呢 我今集 無論如何都好 要幫老蕭 護短 無論如何都要說幾句 即是他短也要護他 是的 沒辦法 除了樓市之外 我們看看有哪些會中 樓市方面 全部都錯了 這些不用說了 由2011開始 錯到現在 是不是 直至呢 他今年正確決定 就是要買兩層樓給女兒 太古城了 就是要買給女兒 不過可惜 一個有一點可惜就是 當時沒有助言起行 因為始終信心 不足 做了那麼久的淡友 突然要買樓 信心就差一點 即是我們 是鼓勵他 要鼓勵他 給點信心 所以他自己買一層 馬上加三千多萬 增持邵輝台 你說他住也好 什麼都好 自住也好 但是起碼 都是他對樓市 是一個 一種叫做 認錯的態度 我們一樣的 即是跪低了 是跪低了 勇於認錯 對於以前看錯 因為 樓呢 我們待會第二節慢慢說 很多人對樓 香港的樓 樓市 銀行 完全誤解 誤解得很嚴重 樓就是大陸人炒貴 你知不知道香港人有幾萬億在銀行 存款 紅寶仔有幾萬億 幾萬億紅寶仔 連年都是零 去打保連年都沒有錢 那些人是不是要想 老實說 你如果有五百萬在銀行做存款 你都會想 每個月去打保 一兩百元 一千元都沒有 是不是 那你會怎麼考慮 你是不是找出路 是不是 這個話題我們下一節再講 那我們講一下 老蕭 最近為什麼會經常登 由退聯開始 其實他登都是 除了樓市 以前我一直都說 當時沒有人說的時候 因為他看樓市是全錯的 由頭錯到落尾 錯到今年的 跟生果部一樣 生果部早點 從來都沒有 生果部是1996年 他賣兩元份的時候 已經開始看探樓市 因為他要針對的 那個叫李嘉誠 李嘉誠是靠 樓市的樓發財 但是 李嘉誠 不是靠窄樓發財 窄樓發財 就是這個話貿 是靠窄貨發財的 他的樓市是由300元呎 賺到6000元呎 賣不出300元 賺到6000元 發財 身家部障 你自己看深井 豪景花園就知道 賣來買還有單位剩 金絲花園 那些是一手單位來的 賣到現在 他拆了之後 再興建都會賺 因為他只是兩三百元呎的時候賣 現在是多少錢 是不是 老蕭呢 他有些東西有眼光的 我們應該要賺 沒錯啦 因為凡事都要向好方面 做人 不能夠太負面 因為 接下來民主 抗爭這些 不能搞的 坦白說 因為全世界 走到那個 叫做本土主義興起的話 是不講人權 不講民主 大家不需要講這件事 賺到錢 你就會 給別人多一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離開 或者選擇留下 而留下香港 那個經濟成本要很重 我之前節目也有說過 香港的經濟 好像要將樓價 抬到一個 你香港一般人買不起的地步 那就換人 換血 香港人跟你換血 香港的地產商都在換血 是不是 現在換大陸地產商 換了香港地產商 換完大陸地產商 就換你的香港人 由大陸人 你沒有錢買 兩萬元層樓 兩萬元赤樓 就由買得起的人 換了你的位置 是不是 那你就將層樓賣給他 拿筆錢 回大陸住 是不是 深圳住不起 就住遠一點 住東莞 東莞也嫌貴 再住遠一點 學生 便宜很多 是不是 維州都不錯 維州都不錯 另外還有一個選擇 現在有些人在想東南亞地產商 現在不斷買碧桂園 在新山 是不是新山 即是吉隆坡旁 看著新加坡 他說比倫新加坡 真的比倫新加坡 即是這些口號 學俗美嘉誠 一墨雙年九龍堂 這個就是大衛的名稱 這個真的很絕 是啊 事實是一墨雙年九龍堂 是不是 一個站 只貼著 大衛 大衛 所以 口號的事 真是 明明 先說老蕭 有沒有經常有這麼多題外話 很有興趣知道 大哥 我們今集節目的收視傳教 你說老蕭而已 大哥 因為我們經常都聽老蕭 其中一個啟蒙 我們經常都收聽的 我發覺 除了樓市不准之外 之前其實都OK的 預測都OK的 但是 一說到經濟 尤其是李嘉誠 他不喜歡的人 他的主觀意願很重 他經常覺得 李嘉誠應該 貪家產的 應該過產的 好像無線TVB那些劇集 突然間 那個叫做什麼 方俊新 被人打了一拳 打索索了 層樓突然間 那間是大屋 在九龍堂的大屋 突然間不是他的名字 被人趕出來 那些手上 拿著公司的股份 沒有了 錢沒有了 一被人惡意收購了 就要睡街 惡意收購 別人原來不用用錢買他的股份 很奇怪 我想不明白 被人追擊 那些什麼編劇 我不明白 老蕭 無線 老蕭是徒弟 不是 老蕭的眼光 好 老蕭的眼光 就是說 無線的編劇 是很低能的 每樣東西都不懂 怎麼會無端端 好像 吃神都很餓 那個 周星馳都吃神 一間 茶餐廳被人家蓋盪 就會破產 心敗明煉 一扭樣 就是無線編劇 所以 老蕭第一 指出無線編劇 存在在香港 是一個 沒有學識的 是一班低能的編劇 老蕭很有眼光 所以我第一時間 就拿出來說 他預言 TVB會走向沒落 而收視會跌破20點 中了 16.1 現在最新 所以 老蕭 眼光是有的 當然不是全部準 你說他的燈 這件 他夠賭無線不行 現在無線的股價多少錢 他夠賭王維基不行 現在王維基不行 沒有錯了 因為不行 所以 部分 他是看得對的 不能全部說他是燈 所以 我覺得 他也 自己說得對 他如果有這麼大威力 影響到美國 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會連一個總統都輸 這樣厲害 反過來 我們不應該 恥笑他 不應該嘲笑他 也不應該批評他 是應該 立生詞 去供奉他 如果真的這麼厲害 他明天就說 共產黨 千秋萬世 所有本土派 立即當他神 一說這句話就搞定了 梁振英 長命百歲 永遠健康 永遠健康 老婆不勾老 子女孝順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呀 接著 就是百子千孫 但是 這件事又違反議員 因為老師 他本身不願意 他想梁振英 陷家產 這些是說不出口的 對不對 一到你 違反他思維的東西 他是不會去說的 因為他有套邏輯 好像你 從 測大台開始 測大台 退聯 脫勾 脫勾 其實他的 同一個套路來的 同一個套路來的 在他的時候 主觀願望是這樣 他就一直跟著 這樣走 是 所以你不能夠說 他是登 他的思路 都是同一套 東西來的 是呀 是呀 一直這樣走 老蕭 其實有一樣東西 這一節就不知道時間 怎麼可以下一節再說 這樣時間不夠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討論